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十月二十七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三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仍然是习米华背部仪式有关进展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中国媒体财新的报道 此前华尔街网报向您介绍澳门赌场集团太阳城的实控人 人称习米华的周超华 因为涉嫌在境内开设赌场犯罪 近期被温州检察院批准逮捕 而根据此前澳门政府方面发布的消息 澳门警方根据之前刑事侦查所获证据 也在今天早些时候将州性犯罪嫌疑人 以及其他涉案人员带回警局调查 根据财新披露 周超华最后一次公开动命是在今年的九月二十三日 当时他的夫人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照片 显示他身处澳门的咖啡馆穿着休闲服装神情自若 而同时来自财新的报道也介绍 尽管周超华本人被抓 但是他的夫人的社交媒体还在正常更新 有关于周超华的背景 此前华尔街网报已向您介绍 而财新的报道更详细地介绍了有关于澳门赌场的更多情况 根据二零二零年十二月正式通过的刑法修正案 境外赌场人员组织招揽中国公民出境赌博属于犯罪 如果情节严重要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这是刑法修正案中最新增的罪名 普遍人认为对于澳门博才中介人 也就是所谓的蝶马仔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财新报道还介绍澳门赌场分为中场和贵宾厅 前者往往是大众消费娱乐 主要是靠游客来带动 而贵宾厅则接待的是VIP客户 他们手握大量的筹码 在八十年代的时候澳门又为贵宾厅独创了蝶马仔的制度 也就是所谓的博彩中介人 他们主要是负责招揽客户 开设账户存放资金 协助牵线搭桥转借高利贷 而同时根据来自财新的报道 贵宾厅曾经是赌场繁荣的制胜法宝 在二零一三年贵宾厅的业务赌收高达二千三百八十五亿澳元 占到整体赌售的百分之六十六 而同时财新报道披露 澳门的许多贵宾厅是由集团专门经营的 比如这一次周超华所掌舵的太阳城 还有安允轩的丈夫陈荣令所掌握的得进 都是靠贵宾厅的业务起家 有趣的是财新还透露 执法部门对境外赌场来华招揽生意的行为多次打击 二零一六年澳大利亚皇冠度假村 多位澳大利亚籍和中国籍员工被捕 在华设销售和市场推广 二零一五年也有韩国赌场中介和中国代理 因为来华又是中国公民出境赌博而被拘捕 而有关于这一段此前媒体多有报道 二零一九年的时候 华尔街日报曾经报道表示 澳大利亚方面表示 澳大利亚执法和情报机构正在调查习近平一位表亲的活动 这是更广泛的针对有组织犯罪洗钱和兜售中国影响力活动调查的一部分 这个人就是习近平的表弟 当时六十一岁的澳大利亚公民齐明 他在二零一七年涉嫌使用一家警方称为洗钱前台公司的问题 而这个公司帮助赌客和嫌疑犯将资金转入转出澳大利亚 同时调查机构当时还在调查其民在墨尔本皇冠度假酒店的赌场内高额投注的资金来源 并调查其民与商业伙伴之间的联系 其中有一位因为洗钱活动已经在澳接受调查 根据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皇冠度假酒店文件显示 在二零一二年到二零一四年齐明在赌场一共下注超过三千九百万美元 二零一五年他又是皇冠排驻前五十的老主顾 可能赌资已达到四千一百万美元 澳大利亚官员表示 在二零一六年的时候联邦特工搜查了乘坐澳大利亚黄金海岸某机场一架包机的六位乘客 而齐明正是其中之一 特工表示包括齐明在内的其他乘客当时没有携带钱包或者是手机 也没有发现什么非法物品 于是他们被允许乘机去新西兰 而当时警方关心的一个人物叫做唐姆周 他已把中国赌客带到皇冠酒店而出名 正是由于他出现在那家航班上 联邦特工才对他和包括齐明在内的其他乘客进行了搜查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美国之音英文版的一篇报道 文章引述一位曾经在CGTN工作的人士丹尼尔瓦修斯表示 他此前作为CGTN华盛顿分社的前雇员 有机会亲身观察中国国家媒体近几年的恶化趋势 他介绍当二零一三年他开始在CGTN工作时 华盛顿分社每周会收到来自北京总部的任务 要求他们做一些特定的报道 而且往往有明显的倾向性 而到他二零一九年离开CGTN时 这些来自北京总部的任务已经不是每周一次 而是每天都会来 马修斯告诉VOA 随着美中关系的恶化 这些上面的指令也越来越多 而当我离开的时候 北京方面要阅读我们的每一个新闻底稿 CGTN华盛顿新闻市的许多记者 以前曾经在其他美国新闻机构工作过 他们经常对于北京方面的指示进行反击 据马修斯介绍 在一次有关于香港民主抗议活动的报道时 产生了特别激烈的讨论 几位新闻编辑人员威胁说要离开 马修斯表示 有的时候北京会退让 有的时候我们会在报道中加入一些修饰的警告语 以淡化官方宣传的气氛 他表示有的时候CGTN的工作人员会找到变通的办法 比如把上面指示要播的内容专门在收视率低的时候来播 他表示在DC的特别部门特别不遵守上面的规定 但是其他的部门我就说不好了 而同时来自VOA的报道介绍 包括马修斯在内的许多工作人员最后都辞职了 原因是美国司法部命令CGTN注册为外国代理人 这是当时的美国对于总部设在美国的中国国家媒体进行广泛回击的一部分 马修斯表示 他当时决定辞职是因为他觉得这个组织不能够报道基本的新闻故事 他说当我在这个组织内部时 你不断地从其他人那里听到这样做是多么的正常 我好像就像是一只在锅里的青蛙 而身边的水慢慢被煮沸 这绝对不是我想的二十岁的度过方式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外交方面的消息 根据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中国和俄罗斯大使罕见发布了一篇联合评论文章 尖锐地抨击了美国总统拜登的民主国家虚拟峰会的计划 中国两国都已被明确排除在外 俄罗斯大使安东诺夫还有中国大使秦刚表示 美国的计划是冷战思维的明显产物 表示从十二月九日到十日的峰会将激起意识形态的对抗和世界的裂痕 创造新的分界线 此前国务院在周二公布了大概一百一十个国家地区的邀请名单 不包括俄罗斯和中国 而中国方面对于台湾包含其中感到特别愤怒 两位驻美大使在一本保守派杂志上刊文写道 民主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实现没有任何模式适合所有国家 任何国家都无权用单一的标准来评判世界上庞大而多样的政治图景 文章描述共产主义中国拥有广泛的全过程的社会主义民主 说这反映了人民的意愿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还得到了中国人民的大力支持 这篇文章没有提到台湾 俄罗斯的普京在四月签署了一项法律 可能允许普京继续执政到二零三六年 大使们没有点名美国 但是表示有的国家以传播民主为名发起战争和冲突 是严重破坏地区和国际和平安全稳定的行为 他们特别举例说 对南斯拉夫的轰炸 对于拉克阿富汗和利比亚的军事干预 以及其他所谓的民主转型都只会造成伤害 各国都应该专注于管理自己的事务 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批评别人 两位大使在联合撰文中表示 各国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合作依靠联合国来进行 应该有更具包容性的全球治理 而不是坚信强权借功力这样的东西 被邀请的国家还包括巴西印度和巴基斯坦 但是没有匈牙利还有北约成员国土耳其 感谢您来到由我李奇Lizzi为您带来的今日华尔街频道 在看过节目之后 如果喜欢请别忘了为节目点赞 也请您在留言区留下您对节目的见解和意见 如果您是频道会员的话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回复您的留言解答您的疑问 另外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话 请记得要订阅频道 并且打开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节目发布的最新信息了 再次感谢您观看今日华尔街频道 我是李奇 我们下次再会